明星期間 親愛的社會 大家平安 平安 我是青年團隊的台議員 今天我要分享我的事業 有什麼當成年四季 感謝主 我在一個從我天海的家庭情報 這件事 我的爸爸媽媽 總是讓我最好的 讓我保護人家 我們要開啟給我去工作 給我去試圖 在我們家的教育方式很特別 爸爸媽媽在民主 會尊重我們的意見和平衡 在我們住居困難的時候 會讓我們保養怎樣面對順利 爸爸媽媽給我們很多信仰環境 媽媽是教會的長老 爸爸是青少年團系的輔導 我在社頭教會參加主日學 然後青少年團系 然後到我們家常常會做家庭禮拜 在當中有很多的學習 其中我最喜歡我們家的家庭禮拜 因為每次查經就會分享 彼此的生活上的措施 然後很有趣的是 我們每次都會講文化 到一兩點三斤半夜這樣 然後這是我們家最親密最開心的時間 然後以前的我呢 是一個沒有看到電視就會哭的小孩 然後但是現在是擔任團齊的幹部 然後從聽爸爸媽媽的教育來順服上帝 到認識這個信仰 有很多的改變跟成長 在我十四歲的一年 我的爸爸媽媽媽祖文章 教練來說 我應該很辛苦 靠到不吃得苦 不過有什麼意外 我向你的平安和我向你的歡喜 因為我知道 上帝都在我的 上帝都在我的 上帝真紀妙 在爸爸照顧你幾年 改變他很多的 我陪伴爸爸 四個去做上帝的天 在這兒子的認真 在做醫療 爸爸有夠的時間 我們可以開發出來的人 也讓我和媽媽有心理的準備 在這兒子的營養 他雖然身體不適合 也是他到他面對他的面子一天 也讓上帝就最開心 是他留給我們的婚 我們上帝 在爸爸離開時 切牌擁好保護的整體 在關心 人們不願意到我 讓我照顧我溫暖 對我來說 爸爸的離開只是漸視的 因為我相信 在未來的天天 會再軍備三天一年 現在在生活中 難免會遇到種種的困難 然後我都會用這句聖經節來 典禮我自己 當常常的喜樂 當佛祝的祷告 凡事感謝 因為這是上帝 在基督耶穌裡面所給我們的旨意 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節說 那時 那時耶穌說 讓小孩到我這裡來 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天火是屬於他們的 我的安全感 我的樂觀 我的信心 就是為這個行政不用出來的 希望我們做未來的 競修對象的 來的平安到貌氣 這是我的文章 感謝大家 我輸 各位雅力經緯大家好 我是請人團體的聖文 在開始之前我要先說一下 我的臉紅絕對不是因為喝酒狀態 我的臉紅是因為我禮拜五 跟著交威機去爬山 在懷的見證跟大家分享 對 這個人其實我不知道 最多從哪裡來的 原來他一直在我的身邊 我是第四代的彼頭 主持人就在教育 雖然在那時候 我跟我的相似最未來的教育 然後給我們兩位五十塊 一個給我們奉獻 一個給我們奉獻 雖然那時候我不知道 貢獻的意義是什麼 但是就會想說 只要有來教會 我就五十塊可以拿 我買一包餅乾 只要十塊錢 我還有四十塊的零用錢 這是多麼好零件的事情 以我更丟的時候 靠我們別的習慣 我看到 雖然在那裡 當然都會在那裡玩 但是 家裡睡得飽 但是我都要來教會 我想想 有什麼我的信仰的 我從來都沒有看過他 也沒有聽過他跟我說話 這樣為什麼 我要相信他的存在 我也開始上帝要來教會 在高中一次生活影中 我第一次聽到上帝跟我講話 他跟我說 聖人 我要用你 你一時 我今天很感動 聖人 也開始在 一旦有些人在我身體管理 每天 他開始改變我的個性 我的個性變多塊 等到可以跟高位跟高位 他希望讓我對團體跟沒開始 要有機會再跟團體有回應 在我打開的時候 所以我在當時的時間做了三個經典的經典 一個是青年團體會長 然後一個是大學館長 然後還有一個是大學畢業籌備會會長 對 你是我的這個 這個頭 兩個大 我都會跟上帝說 你是在跟我講生笑嗎 這樣我要跟你算贏 這樣你做的這步我真的可以做的 但是上帝祂讓我做到 祂總是在我覺得疲憊的時候 安排最好的同工在我身邊 幫助我 扶持我 讓我能夠在休息之後 然後繼續向前走 繼續打拼下去 我也怕因為給祂輸 因為給祂輸人的事 甘借來告訴我 但是兄弟將來都沒有幫助我 在我亂流的時 也都會派體在我的身體 聽我說話 安慰我 在幾年我感覺到 其實上帝一直在我身邊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認真的認識祂 也知道自己的信仰的付出 所以我開始親近祂 裝備祂 也來回應祂對我的愛 說出來不怕大家笑 我以前也是讀聖經初愛情 踏不出去的那一個 但是我現在終於踏出去 我感謝上帝祂賜給我 每次看到我都要問我 哪時候要結婚的阿公媽媽 這是其中之一 對 然後也賜給我很尊重我想法的爸爸媽媽 然後他也賜給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感覺 以前那時候是有樂問我說 你跟他一起討好 我跟他一起討好 因為我是一起討好 但是現在那時候有人跟我問 我說我是一起討好 因為我心想的 也要想聽你 謝謝大家